如果载具只在车库刷新会怎样? 世纪底的载具目前在马路上和车库里都刷新 假如现在改成只会在车库刷新会发生什么呢? 将有三个变化 一,载具数量大大减少 游戏里每一张地图的车库都不多 一张地图顶多有20个车库 大部分的载具都是在马路上刷的 所以一旦载具只在车库刷新 那地图上的载具数量会大大减少 从一局好几十辆变成了顶多20辆 而且车库也不是必刷的 到时候想开车都不容易 二,开局会有无数人抢车 正因为到时候的载具变少了 玩家肯定都会在一开局就去抢载具 防止载具都被敌人给抢走了 到时候没载具开就很被动了 因此挑散落地就不是钢枪大战了 而是抢车大战了 三,汽油桶会有更多人捡 在以前汽油桶是很少有人捡的 因为地图上载具太多了 没油了大不了换一辆就是了 现在载具数量有限 抢到一辆载具已经不容易了 是不可能再抢到第二辆的 所以没油了就只能自己加油了 汽油桶也会因此变得很热门